最近在新聞報道裏面 都有很多訪問 關於訪問市民佔中的意見 無論是一些民民市放榜的學生 或者他們成績很優異地成為傳媒的焦點 他們都會訪問一些跟民民市未必相關的話題 另外有些對支持或反對佔中而行出來遊行 或者有一些請願的人群 他們都被傳媒訪問 很多時候如果他們稍有不慎 或者他們自己沒有很充足的準備的時候 他們回答的話題或答案 就會被傳媒拿來作為笑柄 令他們感到很尷尬 針對於這個情況 在以下的幾分鐘 希望可以跟大家去討論一下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受眾接受傳媒採訪這件事 已經不是一些新鮮的事物 但問題是近期你發覺 傳媒對於受眾採訪片段的使用 他們可能有些做法令受訪者很不滿 我自己覺得主要原因是有兩點 就是因為現在傳媒對受眾採訪 所採用的方法都是一些較為斷章取義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香港的傳媒 現在已經是有些角色極端 個別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而這些立場未必是全體 即是未必是一個所謂的 即是那個立場可能是已經站在一些位置 即是他譬如對佔中有自己的看法 那他可能是贊成或者是反對 那如果他是一個贊成佔中的 而答案是反對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拿來取笑 或者是會大做文章 那反對的話也是一樣的 那因為我們社會已經是一個意見 已經是分化得很重要 那所以當你受眾如果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其實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你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首先你都可以去了解 就是到底你是哪間媒體呢 而這個媒體是不是都 跟你自己的立場是較為接近的呢 那如果是不接近的話 那你其實是有權拒絕這個訪問 因為就算記者把麥克風遞在你前面 不是說你一定要有 當然你做一個公民 如果你想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那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但是如果你擔心 即任何一個避訪者 如果擔心他所表達到的意見 是會被別人誤用 或者被別人亂用 而你也不想令到自己尷尬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去保護自己 我記得有些同學 他去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有迴避的 結果記者就把他的迴避的情況 就登了出來 令到同學和那間學校都覺得尷尬 有個指控就好像說 這些學校是不鼓勵同學關心一些社會議題 就是背後有這樣的指控在裡面 好在後來有一個平衡點 這個平衡點就是原來記者當中 有些記者本身都是這間學校畢業的 他們就在一些網上的報紙 寫一些文章去交代整件事 整件事的浪浪去問 就是學生為何要回避的問題 其實他不是回避的問題 而是他可以問老師應不應該回答 或者是否回答 老師說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拿主意 因為那個場合主角是你自己 但學生結果 他其實覺得也不是很適合的環境 去回答那個問題 後來有在場的記者是他的師姐 就將事情的內容去問 在另一個場合都有交代 變成大家對這間學校的誤會 就可以得到平息了 不是說真的學校是禁制學生 不讓他在一個公開場合 去回答任何一些政治敏感的話題 而是由學生去判斷到底是否適合回答 而學生在那個時刻覺得 是關於民憑示範網 那為何我要就著這些問題去表達意見 好像這個話題騎劫了整件 另外一個民憑示範網的社會議題 我覺得學生自己都可以有這樣的判斷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避免一個這樣的 被人斷張取義 一個簡單的做法就是你盡量將你的答案濃縮 變成當人家真的要拿一個山筆的時候 他就選擇了那句 即是你最濃縮的句 變成你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解釋 你就補充一邊補充一邊補充 但是如果你沒有時間補充 他都可以拿到一個最濃縮的句 那你給了一句 一句比較是總開闊性的 總結式的句子 那就對自己的說法 你不會被人誤導誤用的機會 是可以將它減低的 如果做市民面對傳媒 或者電子媒體 或者文字媒體 如果人家有街訪要接受訪問你的時候 你又不願意表達意見 那怎麼辦呢 或者說說說說去到一半 不懂得回答 那怎麼辦呢 其實剛才也有提過 接不接受訪問的權 就在市民身上 沒有人可以逼到你 叫你一把口去說任何東西 第一部分就是 如果你有信心 你覺得他們會做一個專業判斷 會幫你選擇一些最精華 最有代表性的句子 即是選擇出街 你能夠相信過去 那你就接受訪問 但是如果你覺得 不是 我也有懷疑的 如果有懷疑 那你就問清楚 到底你們會怎樣出嫁 或者你們除了我之外 你還要訪問什麼人 你可以問清楚 而如果你覺得你對他們的答案不滿意的話 那你也可以拒絕訪問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主動權或者是決定權 在市民身上的 即別人的第二支麥克風給你 不等於你一定要回應他 因為當中都有牽涉到很多 就是你個人對媒介的看法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很強烈的意見 你想去表達 那如果你很想通過這個平台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話 但是同一時間你也要知道 就是你信不信這個傳媒 會不會是將你的意見 可以原汁原味 不會經過扭曲去表達出來呢 那另外呢 就是說的話 最好是你自己都是相信的東西 或者是你自己是思考過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是沒有思考過 或者你只是人云逆云 這樣說出來 有很大可能性 當別人問多你兩問 或者追問的時候 你就會露底了 或者是你會爭底 即所謂你會 你會搓兩搓 你根本就原來 你對這件事件 前後你都不太知道的 或者只是人有我有 人云逆云的 這樣就會令到你自己是會尷尬 而這些尷尬的場面 傳媒現在都會用出來的 所以他們是不會保護受訪者的 受訪者越尷尬 可能他覺得這些片段 更加有新聞價值 或者更加會引起受眾的興趣 所以去到那部分 如果你真的答應了 你就要預料盡量堅持到底 但如果去到半裏 你說我也是不行的 我也是不說的 如果你還在發脾氣的話 這件事會讓你之前拒絕他 是更加差的 其實傳媒採訪 他是有責任 是要反映市民的不同的看法 或者有不同的民意的代表 即他應該有責任去做這件事 但問題很多時候 現在的傳媒有一個趨向 就是會將一些新聞去娛樂化 以及會將受訪者的醜態 都想去呈現出來 令到公眾會覺得 原來這個人 譬如對一些民憑釋放榜的狀元 當他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少許考他通識 其實民憑釋放榜的議題 跟你說和佔中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他純粹看看 那些狀元有多關心社會 有些東西等等 那這個問題 其實可能你說是完全無關的 可以說是無關 如果一個負責任的傳媒工作者 他應該是將你的意見綜合到 或者將它成為一些濃縮版本 就是說出來的 就不是用一個恥笑的態度 那問題就是 現在的傳媒 有些時候他們會有一個 就是娛樂化的傾向 他將一些受訪者 就是都成為一些取笑的對象 變成以踩人為樂 我覺得這個風氣 其實不是一個值得去鼓勵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傳媒不改善 他自己的做法的話 也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公眾會對他越來越不信任 如果你擔心他真的會取笑你 多過認真去尊重受訪者的話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不被尊重 那就去拒絕受訪 所以越來越多人拒絕他的話 他做街訪很困難的時候 他就會修正自己的行為 他不可以經常用這個平台 去玩弄受訪者 好 好 好